我们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 黄毛海跨海通道建设的项目的建设情况 那么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黄毛海大桥 那今天上午将会正式合农 项目计划2024年的年底建成通车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美苗 吴美苗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蝴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毛海大桥 最后一品分体式钢箱凉的左幅区域 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 桥梁合龙前的最后一道盖面工序 也就是利用这台蓝色的自动焊机设备 将梁与梁之间的缝隙焊接填平 大家仔细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大家传统印象中的人工焊接还不太一样 它并没有产生太多的火花和浓烟 那这也是目前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机械化自动焊接的方式 可以使得整个汉凤的质量更好 也能使整个大桥的钢桥面板更加的牢固 那现在只剩下最后短短的几米的距离 那整个黄毛海大桥呢就将最终合龙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分体式钢箱凉 什么是分体式钢箱凉呢 我们换一个视角从空中来看 大家看整个大桥的双向车道中间啊 也就是露出海面的部分 其实有没有发现它比一般的桥梁宽度要更宽一些 而且设置有横向的连接箱 那这也是黄毛海大桥钢箱凉独特的结构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因为项目所处的珠江口黄毛海海域啊 是一个台风多发地 所以呢这也和桥梁抗风有关 怎么说呢我们也画了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啊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首先黄毛海大桥它是一个三塔 也就是三座独住式的主塔 两跨的这样一个斜拉桥 跨与跨之间的距离呢为720米 所以呢桥面的这个钢箱凉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吊装起来 就像搭积木一样 直到最终毫米级的精准合笼 那我们再来说单个钢箱凉哈 比如说从它的横截面来看 如果设计成这种四四方方的长方形 那海面的横风吹来之后呢 遇到的迎风面会比较大 所以呢凉受到风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所以在一般桥梁建设当中啊 钢箱凉会设计成这样的多边形 那么横风吹来之后呢 则向两侧消散 而这个位置呢 也被形象的称之为风嘴 也就是这两个字 那刚刚也提到黄毛海大桥 它是一个主塔独柱式的结构 所以呢它的钢箱凉 其实设计成分体式的 那么横风吹来之后呢 向两侧消散 同时呢到达这个中央稳定板 再到达这个阁窝板 来形成这样一个减小风力的影响 从而减少桥梁 受到风摆动的这样一个影响的效果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结构啊 也是首次创新提出的这样 综合气动控制结构 也是第一次在黄毛海大桥上提出和实践的 那么我这也得到一个官方的数据啊 经过风动试验的数据显示呢 可以抵抗17级的台风 刚提到了黄毛海大桥 我们再来说整个黄毛海跨海通道啊 它的全长是31公里 连接的是广东的珠海和江门 那黄毛海大桥今天合拢之后呢 也就意味着整个黄毛海跨海通道 已经全线贯通了 项目啊也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到时候从广东的珠海 驾车到广东的江门呢 将由一个多小时 缩短到半个小时以内 当然了 其实黄毛海跨海通道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它不仅仅是连接广东的珠海 和江门两个地方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我们身旁的 这样一个更广的地图哈 这是珠江的入海口 我们可以看到东侧的入海口 目前已有的南沙大桥 虎门大桥 还有吉江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 还有港珠澳大桥 那在西侧的入海口呢 黄毛海跨海通道 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而且呢 如果假设我要从香港啊 往珠江的西侧去 那么上港珠澳大桥 再经过高速路网 联通黄毛海跨海通道 可以到达江门 以及更远的广东西部地区 所以呢 它也被称为是 港珠澳大桥的西沿线 形成一条连接香港 澳门珠海 江门 以及更远的广东西部地区 城市的大通道 所以说带来的将是产业带 城市群和生活圈发展的新契机 所以说呢 刚刚介绍的这个正在建设当中的 黄毛海跨海通道 以及一系列的大湾区超级工程 都将组成越港澳大湾区 跨江跨海通道群 也将进一步的拉动 珠江东西两侧之间的距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那从而呢 也助力越港澳大湾区 早日形成世界级的交通枢纽 那蝴蝶 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黄毛海大桥今天将正式合拢了 好的 我们也是充满着期待 谢谢妹妹要从事工的现场 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就像刚才她所说的 作为港珠澳大桥的西沿线和珠三角 连接广东西部片区的交通大动脉 那珠海江门等地呢 也正在加快产业的布局 进一步促进越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随着黄毛海跨海通道的贯通 位于黄毛海跨海通道东侧的珠海市金湾区 成为广东西部片区 连接香港澳门和珠三角的关键地区 黄毛海跨海通道建成之后 将改变越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 越西沿海地区区域通道单一的这么一个现状 实现大湾区经济发展向越区和沿海地区辐射 强化和推动横行 夜澳深度合车区高栏港和江门 广海湾经济区的这么一个联动发展 为了推动珠海金湾区与香连地区的产业联动发展 当地正抓紧时间 对连港工业园等产业园区进行优化布局 我们紧抓黄毛海高速通车机遇 不断完散半导体产业园建设 吸引各类企业进驻 把这里打造成为千亿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组阵地 在黄毛海大桥的另一端 江门台山正重点打造具有核心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并推进川岛旅游度假区的投资项目 通过与周边的滨海景区联动 形成最具特色的滨海旅游目的地 当前 江门市每天发往珠海方向的客运搬线共17条 黄毛海通道正式通车后 进一步加大客运搬线频次 也将带动台山文旅业发展 从6月14号下午开始 最后一组钢香梁开始调桩 历经几天的对齐焊接 为黄毛海跨海通道的全线通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调桩之前 需要经过哪些准备工作呢 记者通过记录黄毛海大桥 钢香梁架设协调小组组长 碧玉一天的工作 见证了大桥合龙前最紧张的准备时刻 6月14号一早 碧玉就来到了黄毛海大桥的施工现场 检查即将调桩的最后一组钢香梁 黄毛海大桥总共有149片钢香梁 长度由7.5米到28.5米不等 以两两成组的形式分体组装 作为协调小组组长 碧玉主要负责钢香梁架设的 施工进度 质量 安全 技术 与文明施工监督管理等 钢香梁从工厂运输到施工现场后 工作人员会对其进行测量及调整 保证各项指标的精度达到毫米级别 一组钢香梁的吊装工作 通常会持续一天以上 而这最后一次的吊装 更是提前两周进行了准备 说不紧张是假的 这个就像高考一样 就是最后一场考试了 对我们的这个河沦口 进行了连续观测好几个夜晚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数据 进行了一个分析 由我们的专业的监控单位 最终给出我们这个河沦口的 一个匹配数据 下午 黄毛海大桥最后一组钢香梁 相继进行吊装 因热胀冷缩 两体的大小会随着天气产生变化 施工人员首到了晚上八点 在风雨交加中 和龙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 这边的空气也是有的 所以说还可以往回来一点 这个梁的温差 对对对 它可能还会 在半夜还会收拾 对 但是它要好一点 就风小一点 夜已深了 碧玉和施工人员 还在对钢香梁的对接部分 进行检查和调整 一直持续到一日七点 才会进入汉街的工序 碧玉告诉我们 大桥开始进行钢香梁吊装以来 它几乎每周 要度过一到两次这样的不眠之夜 我们平时工作虽然苦 但是每当一座桥 或者一条路修通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挺自豪的 因为随着桥梁或者道路的通车之后 对当地的经济 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 促进的一个作用 正是以这样精益求精 不畏艰难的精神 黄毛海跨海通道的建设人员 在设计及建造过程中 克服了重重困难 申报发明专利32件 让这项超级工程 得以闪耀大弯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